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每周360 我是你们的新闻主播 小鸣小饼 现在就让我和大家回顾上一周车谈的这个重点新闻 第一则新闻 Honda City Hatchback 正式发表了 那在上个礼拜这一款车终于在泰国全球首发 这个 City Hatchback 在东南亚将会取代我们熟悉的 Honda Jazz 它和 City Sedan 相比 City Hatchback 的前脸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啦其实是一模一样 它就是沿用 City 的设计 但是来到车尾的部分很自然的 它就是少了个屁股 可是这个 City Hatchback 它还是被有 Honda Jazz 引以为傲的 Ultra Seat Configuration 这台车它是有这个四轴模式啦 大家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你要放长的、要放高的、要放狠的、要放直的都可以 使用性方面还是相当的高的 而在动力方面呢 这台车它搭载的是和太贵的 City 一样的 1.0 VTEC Turbo 三缸涡轮震压引擎 最大马力为122 PS 至于峰值扭力则是173 Nm 变速箱方面是 CVT 的五段速变速箱 不过呢 这个配置啦 是泰国版本而已 由于这辆车是在亚太区取代新一代的 Honda Jazz 所以这台车未来引进我国的机会其实也是蛮高的 就不知道我国版本的 City Hatchback 如果真的有来的话 会不会搭载这一具 VTEC Turbo 引擎呢 只不过呢 我们相信这一台车来到我国的话 很有可能会和我国的新代 City 一样 搭载 1.5L 的 NA 自然进气引擎 是你的话 你比较想要看到 VTEC Turbo 还是 1.5 的 NA 呢? 嗯 第二则新闻 Proton Saga 在巴基斯坦将会采用全新的 1.3L 引擎 那其实这个 Proton Saga 在我国啦 它是采用 1.3L 的 CAMPRO 自然进气引擎 正确的排气量是 1,332cc 但是因为在巴基斯坦的市场 他们对这个排气量 1,300cc 以下的车子呢 是有税务方面的优惠的 所以呢 巴基斯坦版本的 Saga 它并不会采用 我们这一具 1.3L 的 CAMPRO 自然进气引擎 而是改用另外一具全新的 1,299cc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从哪里来呢? 嗯 没有错 就是我们 Proton 的东家 也就是吉利 所提供的这一具引擎了 那相比这个 1.3L 的 CAMPRO 这一具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 88PS 和 CAMPRO 的 95PS 相比 是稍微比较低了一点 不过在油耗表现方面呢 我们相信相比这个 CAMPRO 它也会比较出色一点 那在这个巴基斯坦 其实除了 Saga 它的引擎排气量 和我国相比是有所降格以外呢 他们当地的 X70 在这个引擎方面 其实也是有所不同的 我国的 X70 搭载的是 1.8L 的 TGDI 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在巴基斯坦的 X70 将会改而采用 X50 身上的那具 1.5L 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也因此在马力和扭力方面呢 会从原本的 184PS 和 300Nm 变成 177PS 以及 255Nm 至于变速箱方面呢 它则是一样采用 7 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虽然说它的这个输出功率 是稍微比我国的 X70 稍微降低了一些 但是同样的它在油耗表现上估计 应该会比我国的 1.8L X70 还要更加的出色 这一点我本人是蛮羡慕的啦 就不知道未来我国的 X70 也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更新呢? 那接下来就到这个第三则的新闻啦 哇 这台车要来了 没有错 它就是这个全新一代的 Hyundai Elantra 看来这个 Hyundai Malaysia 最近的动作是蛮大的啦 在带来了新一代的 Sonata 过后呢 接下来就轮到二个 Elantra 来了 在外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Elantra 它其实和这个 TG Sonata 它的风格是很相似的就是采用这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被称为 Sanchez Sportiness 走回以前那个比较大胆创新的这个 Style 啦 这台新车的整体这个造型设计是非常的流线型 而且识别度方面我个人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 而且很新潮的感觉 看起来并不会输同体对手太多 那这个 Hyundai Malaysia 目前是已经公布了我国的 新一代 Elantra 会采用的这个动力配置 它搭载的是和 Sonata 一样的这个全新的 Smart Stream 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在这台车身上呢 它的排气量为 1.6L 至于在最大马力方面呢 是 123hp 峰值扭力则是 154Nm 在这个引擎部分是比较有什么特色 不过呢它的变速箱方面呢 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它是一具 CVT 而且这个 CVT 有一个 被称为 Intelligent Variable Transmission 的名称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变速箱它和普通的 CVT 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的 CVT 都是采用这个杠带的配置 但是这一具变速箱它采用的是杠链 所以在这个耐用性还有承受扭力方面的程度 应该是比较高的 相信在这个传动效率上面 也会比这个传统的 CVT 还要更加的好 其实除了动力啦 Hyundai Malaysia 也是有公布了 新一代 Elantra 在我国的安全配备方面的配置 和 Sonata 不一样 我国的这个 Elantra 将会导入 被称为 Hyundai Smart Sense 的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这个 Smart Sense 在功能性上其实是相当的丰富的 它包含了前方撞击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维持辅助 主动式定速巡航 并且包含这个 Stop & Go 的功能 驾驶者 疲劳警示系统 还有胎压侦测器 哇 这个 list 其实是很长销哦 来到我国的这个 C-Simon 市场呢 相信它在这个安全方面算是最丰富的之一了 那这个新一代的 Elantra 在我国 目前的这个预售价 根据 Hyundai Malaysia 公布的价钱是 1XX888 你们猜猜看这个叉叉 是什么数目呢? 第四则新闻 Project 2008 终于现身我国了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啦 其实这一台精品 SUV 它早就已经在我国正式发表了 但是呢 无论如何 迟到总好过连到 现在终于有网友就在这个路上 捕捉到这一台车的这个踪迹 其实这个 2008 的目前已经是在泰国开取预售了 而根据泰国媒体的消息啦 泰贵的 2008 和他们的 3008 及 5008 一样 都是来自我国位于 Guru 的 PSA 工厂所生产的 这一家工厂的持股率比例为 PSA 56% 而NASA 则是占有 44% 也因为在我国生产的关系 所以这一款车之前就有消息 会登陆我国 在价格方面呢 我们相信因为 CKD 的关系 也将会有所优势 在动力配置部分 预计我国的这个 2008 将会继续搭载 1.2L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 130 HP 峰值扭力则是 230 Nm 其实国外呢这个 2008 还有一个 GT 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高达 155 HP 这个 GT 版本会不会来到我国呢 这个只能说啦 拭目以待咯 而在变速箱的部分呢 海外版的 2008 是采用 8 速的自排变速箱 而在中国市场呢 则是采用 6 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至于我国的 2008 会采用什么变速箱呢 这个我们也是暂时还不清楚 只能说 拭目以待吧 那我这样子看我是觉得这个法国的竞品 SUV 很时髦很出众的感觉 有一种独特的浪漫气息 我本来是蛮期待它的到来的 你会期待这一款车的到来吗? 最后一则新闻 Toyota Camry 那这个小改款的 Toyota Camry 之前在美国登陆以后呢 这一回终于宣布进军欧洲市场 那因为是小改款车型的关系啊 所以这个 2021 的 Camry 在外形上呢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主要的改变就是这个在下保险感的部分呢 进行了一些的修改 看起来更加的典牙的感觉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其实它整体的这个细节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那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这个动力配置方面呢 欧洲版的 Camry 目前是只提供 2.5L 的混合动力引擎配选 而这个 2.5L 的 Dynalic Force Hybrid 混合动力引擎 它的综合马力表现达到了 215HP 我记得上一代的 Camry Hybrid 在这个马力方面呢 也是超过 200p 而且它的这个性能表现是很出色的 我的 Jetta G 都有一点辛苦那种 相信这一个新一代的 Dynalic Force Hybrid 在这方面 它的这个性能表现一样也会很出色 重点是 还很省油 至于这个小改款的 Hybrid 一般相信将会在明年正式登陆我国市场 而 Hybrid 版本会不会来到我国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啦 我只知道的是我们的李总的 Camry 到时就会变旧了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们所整理出的这个上个礼拜的五则重点新闻 不知道大家对这五款车里面来 哪一个是让你感到有兴趣的呢 我个人是很期待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到来 因为它的这个车尾设计喔 哇 真的是看起来很有小 Confirm 的感觉 感觉上加一个 Body Kit 再加一个那个 Spoiler 啊 在路上它就是一个小霸王了 Anyway 欢迎大家踊跃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和我们交交流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还有啊 不要忘记啊 不要吝啬你的这个赞 不要吝啬你的分享 不要忘记叫多多的人来看我们的这个 Channel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让我们茁壮成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跟周梁的配音 我跟周梁作词维修研究章 同时前期再见 请坐好 不見 不见 不见 不能